十三在岁月的等候 一字一句又曾形容 黑夜尽头 如果有成就 你的眼眸 就是自由 风断了乱了勾了 输的轮廓 火烧了灭了 将你烙印沉默 都寻寻觅觅觅 谁隐隐身有过 而我早已戒绕你一眼看破 风断了乱了火 一般的寂寞 火烧了灭了灯 心灭了如昨 愿纷纷和和谁 对谁有错 而你早已 你今儿去 你今儿上听遣様的空间 你今儿去 再一家 我今儿去 が 我自己执意要走 这一次 却换你亲自赶我走 你胁迫昭平公主 害得她险些丧命 这件事我可以当做没有发生 可是其他人不会坐视不理 不管怎么说 她身份高贵 事后一旦追究起来 必定不会轻饶你 所以你必须要离开 速速离开此地 走得越远越好 永远不要再回来 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久留的意思 但是你现在来送我 我已经很受宠为亲 感激不尽了 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替我好好盯着昊远 那小子做事虽然跌三倒四 但心眼却是极好的 你 你放心 我会一直把他当做弟弟看待 仲天 这次是我对不起你 你都是为了救我 谢谢你 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你不必心存愧疚 甚至 可能 老师 您 您 您 就是值得的 好 听一千字花开的声音 等那一双最清澈的眼 思念明白了新的轨迹 风吹去 芳华落起 逃不开几世别离 看不穿轮回宿命 忘不掉孤立天晴 再相遇不负情 回到处于那一刻 可你在心上 生死一瞬支持天涯 我愿让尽一切 只为能够守在你身旁 愿此生情 伤不负时光 清风缠绵 过耳畔地狱 沧海散天 谁眉目如昔 岁月孤寂 攀不到花期 火光起 青丝难清 逃不开几世别离 看不穿轮回宿命 忘不掉孤立天晴 再相遇不负情 再相遇不负情 回到处于那一刹 可你在心上 生死一瞬支持天涯 这 我愿让尽一切 只为能够守在你身旁 愿此生情 伤不负时光 回到分开那一天相思怎放下 你竟然选择队入空门 你竟然选择队入空门 我愿让尽一切 只为能够守在你身旁 愿此生情 伤不负时光 愿来生相遇不负时光 你竟然选择队入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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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便与你再无瓜葛 斩断发肆 代表你已和人间 无数的烦恼和错误告白 望你自此以后 去除一切牵挂杂丽 一心一意休息 世间 再没有王金芝这个人 你好自为之吧 这大可汗对姐姐可真有心 不然这大漠荒芜之地 竟会有满院的牡丹 像极了皇城 大可汗待我的确比我想象中的 要礼遇许多 有这样的夫君 我也安心了 朝萍姐姐总算找到了如意郎君 也不枉母后为姐姐 谋划婚事的一番苦心啊 盈儿 姐姐大婚已成 返程之日可以定下 姐姐 盈儿舍不得你 能不能再多陪你一下日子 好盈儿 听话 好吧 我知道了 归期已定 三日之后 我就要回皇城了 姐姐此生 怕是再也见不到皇城的花灯 带不了端午节的白锁 吃不到端午节的粽子了 姐姐别难过 带我回去之后 定会向父皇请命 以后每年都来看你 我给你带皇城的花灯 还有粽子 好不好 赵萍 赵萍 赵萍见过大可汗 不用行礼 不认识 咱们图了没那么多规矩 不兴这套君臣之礼 大可汗对姐姐可真好 你是赵萍的妹妹 敲我姐夫就好 姐夫 好 敲得好 我是给你姐姐带礼物来了 来 好 好 粽子 姐夫怎么知道 姐姐最爱吃这粽子了 好 好 以后啊 姐姐再也不用为这粽子 伤穿悲秋了 赵萍你怎么哭了 你不喜欢吗 没有 喜欢 喜欢得很 大可汗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这时节在大漠里 怎么会凭空便吃粽子来 我也是听说 赵萍喜欢吃粽子 便派人八百里加急入关 从中原找来了厨子 寻来姜米 我还名人 在里面加入了栗子和枣子 也不知道 这味道对不对 是 大可汗 大可汗 辖家寺可汗率部族起兵 西域十五部中 已有三部响应 直奔着凤凰河而来 辖家寺为何起兵 这 有话就说 是反对大可汗这次与外族的和亲 立刻安排广玉公主回鸾 是 姐姐 这可怎么办呀 盈儿 即刻返城 不可耽误 大婚里成 现在我就看司徒大人 能否兑现诺言 在规定的实现内 找不到眼镜 主持 这实现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莫言将至 根据经书记载 李万魔降临 只有短短三十天的实现 若无法找回炎镜 镇压莫言 不光西域诸部 连贵国 见识恐怕都难以幸免 都将同赘阿比地狱 怎么会这样呢 为何 我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我 提起怎样 不提起又怎样 难道你想反悔 实话告诉我 如果找不到眼镜 你们和突勒 都将不复存在 你明白吗 你放心 奉剑绝不是背信弃义之人 我就算是豁出性命 三十日之内 也一定会把炎镜找回来 吴霖 放下去了 你们赶紧停下 你们赶紧停下 不许再往前走了啊 这里是禁地 平常百姓 不允许通过 什么人不知道啊 这些人 肚子 愚蠢 又能快 对 难道 一个人 他 啊 母 你 你 我 我 众天 也不知道 你现在身在何处 师父一切安好 真希望你能远走高飞 不要被发现残好 师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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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通缉师父的文书 已经发至各州府 而且龙玉关一带 已经全城戒严 他们封锁了城门正当地抓师父 我们该怎么办啊 大惊小怪 师父要被抓了 你怎么不着急呢 师娘 不许胡说 谁是你是娘 我 仲天以下犯上 焚烧公主的鸾架 本来就是死罪 通缉追捕 但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我还奇怪 怎么到今日这文书才下达 师父真冤 要不是那个昭平公主不守复道 弄出乱七八糟的事情来 师父能被通缉吗 休要胡言 本官作为何清史 一向是公私分明 仲天的事迹 自有周府过问 你赶紧收收心 准备周全 送广玉公主回宫 就知李莹走吗 你不走吗 公主的名字 是你能换的吗 是 何禁使大人 您不走吗 我要留下来 调查严禁失踪的案子 一日找不到严禁 我便一日无法回家 这怎么成啊 找不到东西 你就不回去了 我已立下军令状 若是三十日之内 还无所获 就请通知我的义父 李春风大人 为我收拾吧 大事不好 好 西域部族发生内乱 西铁勒辖加斯克汗 联合其他三部起病 袭击了周围各个部族 一路向突勒而去 眼下战事一触即发 昊玥 事态紧急 无论发生任何事迹 一定要将公主 安全送回皇城 放心 一切包在我身上 昊玥誓死保护广玉公主 好 赶紧续整合金屋卫吧 是 李将军 有仲天的消息吗 你是说 还捕文书吧 仲天行踪飘忽不定 我觉得 无需为他担心 倒是葫芦口废墟 前几天遭人袭击 留守将士死伤大半 我已派人查明 是无依较所为 真是风雨将至 祸不担心 好 好 停车 叶 叶 我要下车看看 看看这四周的风景 来人 给本宫铺上龙毯 我要休息一下 对不起公主 您不能下车 大胆 你一个小小精无畏 竟然敢误你本宫的意思 公主 此地地形险埃 若遇伏击 易攻难守 不如这样 我们先到下一个驿站 然后再休息 如何 闭嘴 你是公主 我是公主 我说休息 就得休息 哼 好 给 喂 你疯了 你知不知道这是沙漠 水源有多重要 你不知道 公主 你这是怎么了 一路上发脾气 我发脾气 你还敢说我发脾气 我问你 仲天去哪儿了 为何会有通缉 他的海捕文书 公主 您无需知道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不能知道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们没有一个人 告诉我原因 你们究竟把我当什么了 把你当公主了 好 那你告诉我 为何通缉仲天 无可奉告 你 我命令你 告诉我 大理寺 为何会发 通缉仲天的海捕文书 若是不告诉你呢 那就是抗旨 好 我告诉你 还不是因为你们皇家 是非多 要不是那个昭平公主 非跟什么青梅竹马私奔 又怎么会出现刺客的事情 师父为什么会被通缉 你不知道吗 你胡说 姐姐才不是那样的人 你还信不信 不信自己去问司徒大人 我自己去找司徒碰见问清楚 喂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无力取闹 现在形势很紧急 上车再说好不好 我不信 我一定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你们都学校瞒我 那现在是你自己上车呢 还说我把你扛上车 你 你敢 放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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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 等我回宫 我一定砍了你的脑袋 怕你 你给我等着 好笑吗 好笑吗 笑屁呀 两部的军队集结在这里 等两军会合以后 我们一同攻上混黄河 报告可汗 报 前方发现一支和亲使团的车队 有金吾卫三十人护送 真是天助我也 听着 给我活捉广玉公主 我要让那位皇帝知道 我侠家私的厉害 是 人士兵 保护公主 公主 是霞加斯的骑兵 霞加斯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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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生命啊 你 公主 这里 公御公主在这里 公主 公主 开荒 小玉 小月 小月 走 公主 小月 小月 公主 下马 来 住好 小月 克海 我西域十五部中 眼下已有近半归顺 突乐大可汗与外族通婚 乃是视若无能的表现 众部不服啊 如今我部趁势而起 正是一统各部 称霸西域的大好机会啊 待我拿下大可汗的位置 结合十五部的兵力 回军东去 便可直取皇城 可汗英明 其余两部的军队 就在这集结 两时会合后 便可一同攻向奉皇河 报 报 前方截杀广玉公主 车拧的骑兵传信 所有护兵都已经被消灭 但广玉公主趁乱逃走了 目前正在追击中 传令 各部各族 拿下广玉公主 死活不论 听着 我有重伤 就是死 我也要全尸 是 我要用那个公主的手机 作为见面礼 送给那无能皇帝 重伤 下场 现在不能停 现在不能停 我背你 来 快下来 公主 你听我说 我们逃不掉了 你听我说 看着我 我发过誓 就算我死 我也要把你送回皇城 你相信我 没用的 这荒漠之壮 马也累死了 只剩你我二人 我们逃不出去了 你现在放弃 对得起全君附魔的金无尾吗 你现在放弃对得起那些将士吗 昊玥 你走吧 他们要杀的人是我 你把我杀死了 他们就会放过你 我是皇室的公主 我可以死 但绝不能漏入秃了人手中 我不会放弃的 我说过要保护你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我抱着你 走 你陪你 你遭遢 Reese's Jacob 你 respond 这个告起来 昊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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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遇到我 为什么总是哭啊 是我太没用了 要是师父在的话 就不会落得如此狼狈 我没事 昊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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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昊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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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呆在这里不要走 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 你答应我好吗 你要干嘛 盈儿 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就认定你是我的情 可能我们 就是有缘云的犯罢 朗玉 老人们都说了 原定三少 来世 来世 我一定抓住你的手 再给我放开了 为了爱 撑吓 你等我 走 为了爱 你等我 行 神 终舍舟 人时的烦忧 无非相思愁 大不了 一起走再从头 一起走再从头 为何今日总是心神不宁 司徒大人 情况似乎不妙 怎么说 前方的驿站 到目前还没有传回 公主一行人的消息 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 总担心会出什么事 那派赤侯去查呀 已经派出去了 可目前 还是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我担心 我们的消息被人结断了 再派 务必保证公主 安全抵达前方驿站 好 帮我出去 帮我出去吧 求求你了 帮我出去吧 教主 葫芦口的云天已经回首 全部搬运至紫珠 不知这次 能否顺利打开天界 和人间的通道 开始吧 开始吧 是 救命 坐下来 见过天恒大神 参见天恒大神 无神将人 法力变练 拯救苍生 一统天下 现在 你们从人间 输送的能量还不够强大 本身还无法降临人间 我要你们 修建更多这样的圣旨 吸收地脉之力 借助月圆时的能量 用炎剂 方能联系天界和人间 皆是你们才能习去 肉眼繁胎登入极乐世界 属下定当竭尽全力 恭迎大神将士 还有 务必除掉仲天 不留后患 大神神域 兵分两路 一路兵马全力绞杀仲天 并一路兵马建造最后一处云铁池 待到下一个月圆之日 便是大神降临之时 尽请尊书 后患 教主 胡佑有一个计划 定能除掉仲天 仲天不死 我佑愿提头来见 好 这灭神戟 乃是天恒大神所赐 能够化解仲天的意义 居时 他便与常人无力 现在我把他教于 除掉仲天 异入反掌 多谢教主 大神降临之日 并以仲天师身所济 无神降临 法力无边 拯救当生 一同天下 无神降临 法力无边 拯救当生 一同天下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刚才那个应该是游和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我没做什么 我只是稍微修改了一下游和的记忆而已 不可能 游和与你顺两力 他怎么可能亲密于你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昔日神域大战 游和 千美化成 昊月战死 尚轩动用尽数 不惜兵封神域 更是将他们的碎片化作能量体 转移至其他星球 一代转机 什么 他们还未真正消源 我也是碰巧遇到了游和的能量体 他的记忆 已是一片空白 所以 我就修改了游和的部分记忆 将他用作我族拓展势力的棋子 他现在已经不是游和了 而是另外一个 听命于我族的傀儡 这样 不是更妙吗 什么意思 难道你又发现了新的星球 打算对新的星球下手 那颗星球 那里的人称之为地球 它有着巨大的能量和升级 这么巨大的能量 绝对是我一族不可或缺的力量 地球 你说的是地球 没错 只要一族能够突破未面之固 抵达那个星球 我就可以瞬间吸收地球的 所有能量 使体能能量恢复如初 到时候 我记得尚轩最后 就是把仲天送到了地球 如果仲天在地球 它势必会阻止你 原来尚轩 早就探知了地球能量 所以 你不用再说了 我是不会认你利用的 因为我早就已经约定 你已发誓 如果我可回来 你就会放过神语 不再与尚轩为敌 小花推进了容颜 我琉璃破锁还原 泪光汇聚成全 随梦眼神 思念淹没了时间 将你我楼下残缺 说不出 听不清 也看不见 爱愿既然 爱愿盼根错节 往昔喜悦却怎圆 是否愿断了线 沉黏着年 愿无甘愿 遇见你是我甘愿的沦陷 悲悦分不清现实的深切 那么多爱恨离别 心酸洒苦甜 我随你心弦 深情地化解 遇见你是我甘愿的沦陷 十月分不清现实的瞬间 那么多爱和离别 心酸洒苦甜 都随你视线 尽切的化解 来转千回的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